你身邊有護理師的朋友嗎? 你知道台灣的護理人員 可能要同時照顧十幾個病人 而且連休假都要隨時在家待命嗎?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 這群用血汗燃燒自己的護理師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自從五月中本土疫情爆發以來 許多醫院都傳說有醫護人員被感染 甚至是被確診者嗆聲、拿刀砍上的事件 也讓許多醫護人員的權益受到更多關注 不過早在疫情爆發之前 台灣的護理師就已經爆出許多血汗爭議了 大概在10年前 台灣出現了非常嚴重的護理人力荒 全台護理師的缺額高達7000多個 當時還有人拍到一位護理師 自己都不舒服了 還要一邊打點滴、一邊照顧病人 讓人感到非常不捨 直到現在,護理人力短缺的問題依然存在 而這個狀況究竟有多嚴重? 背後的原因又是怎麼造成的呢? 在進入今天的影片之前,按照慣例 讓我們先進一段工商服務時間! 最近,我們公司的團隊 正在嘖嘖上面進行一個募資計畫 而這個計畫是想為台灣的孩子們 量身打造一套專屬的在地原創教材 這主要是因為我們身邊的朋友們 有越來越多人開始結婚當爸爸媽媽了 但大家有一個很大的困擾,就是發現 欸?要找到一個符合實際需求 內容跟價值觀都讓人完全放心的教材 竟然這麼的不容易! 所以我們就開始思考,如果找不到 那為什麼不自己做出來呢? 於是,我們設計了這套 《忙狗狗素養教育學習箱》 以情境式學習的方式,為孩子打造專屬內容 包含像是主題、畫面的呈現 都跟台灣的生活息息相關 無論是角色設計、配色、文案、劇情、導圖 畫面裡面每一個在地文化小細節 都有團隊滿滿的愛! 我們希望能讓更多的孩子使用到這個完全原創 而且充滿在地精神的教材 所以歡迎大家一起來支持這個 《台灣的幼教集資計畫》! 首先,護理師其實分成很多種 醫院的門診、一般病房、家戶病房、嬰兒房 等不同地方都有配置護理師 而工作內容也都有差異 那今天,我們主要介紹討論的 是一般病房護理師的狀況 由於病人的照護不能斷 所以護理師需要24小時輪班 那這個輪班,一天會被分為三段 分別是早上8點到下午4點的日班或白班 下午4點到凌晨12點的小夜班 還有凌晨12點到早上8點的大夜班 不過,為了落實交班的流程 值班護理師通常要提早半小時到一小時進醫院 提前跟前一班的同時交接 了解當天病人的情況、醫師的醫主等等 也要事先清點病人的用藥和物資 看看是否足夠 交班以後,就要開始不停的尋方 幫病人翻身、換尿布、抽痰、灌食、換藥 還有鼻胃管的護理等等 如果醫師來尋房 則要隨時記下醫主、調整照顧的方式 不時還要和家屬、私人看護進行衛教 指導照護的部分 另外,有空檔也要把握時間寫今天的護理記錄 那這些都只是每天的例行工作而已 如果碰到病人的情況惡化 或是有新的病人要住進來 護理師就會比平常加倍的忙 常常連吃飯、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 下班前也是必須要完成當日的護理記錄 跟下一班的同事交接完才可以回家 像我們這集企劃認識的 一位開刀房護理師就有分享 如果碰到手術時間比較長 又沒有人手可以接班的時候 常常要加班3、4個小時 有時候下班回家休息沒多久 還會被招回醫院支援 直到有人接班為止 除了平常上班很忙以外 護理師不規律排班 更讓他們無法獲得充分的休息 為了讓護理師的作息穩定 理想上,同一位護理師 最好可以連續幾個星期 甚至一整個月都排同一個時段的班 但如果碰到人手不足、很難協調的時候 就容易出現不同時段交錯排班的情況 也就是護理界俗稱的花花班表 比如說,上完一天大夜班之後 隔天接日班或小夜班 等於是讓身體處於不斷調時差的狀況 不僅容易導致睡眠困擾 長期下來更是會對身體造成不良的影響 出現像是月經週期混亂 甚至是情緒低落的狀況 而另外,護理師的班表 也常常隨著病人的增減,被臨時變更 比方說有病人臨時出院 不需要那麼多的照護人力時 院方可能會要求值班的護理師改為休假 但這樣的話,護理師當月的出勤時數就不夠了 除非請他自己的特休 不然他還要另外找時間去補足這些積欠的工時 而更讓人詬病的是護理界的待命制度 通常每個月在排班表的時候 會把其中幾天的休假改排成待命班 而當天護理師必須要待在家裡面 如果醫院臨時有狀況需要調人支援 他就得馬上趕來醫院 而如果當天有進醫院,這就會被算作加班 但如果沒有,那這一天還是會被視為休假 有另外一位護理師跟我們說 這個制度不只讓他無法自由的安排行程 一整天待命下來,還只能拿到80元的補貼 另外,護理師也常常要用自己的休假時間去上課、進修 因為法律規定,護理師每6年就必須要更換一次執照 而換照之前,也要先用上課來累積一定的護理師積分 那很多護理師除了都無法好好休息之外 有個更壞的消息是,他們要照顧的病人數量 還遠遠的高於國際的標準 護病比是指一位護理師需要同時照顧的病人數量 護病比越低,代表他要照顧的病人數越少 照顧的品質也越好 而在國際標準中,理想的護病比應該要小於1比6 但根據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在2016年揭露的資料 台灣的護病比竟然高達1比13,是全球第一 而這麼高的護病比,會造成什麼問題呢? 美國的一項研究指出,當護病比超過1比6時 每多照顧一名病人,病人死亡率就會增加7% 因為護理師沒辦法好好花時間觀察每位病人 連翻身、患藥的次數都因為忙碌而減少 發生延誤治療、傷口感染、或是長腦瘡的機率 也會大幅增加 雖然2018年,台灣正式將護病比的標準納入法律 定出了不同層級醫院的護病比上限 不過,和其他國家比起來,數字依舊偏高 像是醫學中心的全日護病比是1比9 區域醫院的是1比12,地區醫院則是1比15 許多人認為,這個標準還是太過寬鬆 而在衛福部公開的最新資料中,可以發現今年3月 全台醫院的平均護病比有79%高於1比6 最高的甚至達到19.9 看到這裡,有些人可能會以為台灣護病比這麼高 都是因為我們的環境太血汗 所以根本沒有人想要去考護理師 但這邊只答對了一半 之前因為制度的關係 醫院根本就沒有辦法聘用這麼多的護理師 沒錯,這邊的制度就是那個很多民眾超愛 但是醫界幾乎都聞風喪膽的全民健保 在健保制度中,政府為了計算要給付多少錢給醫院 每項醫療服務都會有相對應的給付點數 而這個點數的實際價值是浮動的 每一點的價值,大概會落在一塊上下 那為了方便計算,我們就先假設一點就是一元 2015年的時候,有位醫師在網路上撰文指出 一般病房一天的護理費是643點 也就是當一位病人入院的時候 有健保給付的護理費就是643元 而一天總共會有三班護理師來照顧這位病人 換算下回來,一位護理師每天照顧一張病床的時薪 只有26.8元 假設他一次要照顧5位病人,每個月上班22天 這樣算下來,健保給他的月薪只有23584元 剩下的都要由醫院自行負擔 換句話說,因為健保給付的少 護理師的人事費用就成為了醫院最沉重的負擔 而為了節省開支 醫院自然就會選擇縮減人力 或是改聘即時薪的兼職護理師來省錢 但這樣做,又會讓原本就充滿風險的臨床工作 增加了更多的不穩定因素 換句話說,健保給付無法反應醫院的成本 正是造成護理人員不足、工作環境血汗的根本原因之一 不過,其實政府長期以來都有嘗試在解決這個問題 從2009年開始 行政院每年都有在健保預算中編列專案款 要求醫院用這筆錢去增加護理人手,或是幫他們加薪 並且以加成獎勵的方式,鼓勵醫院降低護病比 而這幾年也慢慢看到了一些成效 雖然現在的護理費已經有所調升 許多醫院也開始積極招募 但健保的預算,畢竟很有限 而且長期血汗的問題 早就已經嚇到了很多護理科系的應屆畢業生 讓他們不願意投入醫護工作 那麼想要達到理想的護病比 可能還有好長的一段路要走 一位成熟的護理師,大約需要7年的臨床經驗來養成 但台灣的血案環境 卻讓大部分的護理師待不到7年就選擇離職 這跟歐美國家普遍工作20年以上的狀況差距很大 而且這個護理人力不足 其實也會直接反映到台灣病房的照顧品質 在進入今天的觀念以前 我們要先特別感謝志祺七七的所有會員 因為有了大家的支持和贊助 我們才能持續的製作影片 讓重要的意義被大家看到 真的是非常謝謝大家! 那話說回來 我們知道護理師的工作一直都很辛苦 除了要背負許多人的生命之外 還必須要忍受很多 幾乎可說是踩在勞基法邊緣的潛規則 那他們是不是能夠透過勞檢或罷工 來伸張自己的權益呢? 過去,地方的勞動局 雖然曾經對不少醫院進行勞檢 但能夠抓到違規的卻只有少數 因為像是上班日臨時被要求休假 休假時被要求待命 這種違規的做法 都不會記錄在醫院拿給勞檢員看的打卡記錄 除非護理師自己去投訴 不然勞檢員也很難發現 但是在院方的壓力之下 大部分的人都會選擇隱人不說 至於罷工 我們之前也有做過影片談過 罷工需要由勞工組成工會發起 而在台灣有工會的醫院還很少 除了成立工會本來就很不容易之外 多數人也會擔心抽搐工會或是加入工會 會被院方解讀成想要鬧事 而且護理師也會擔心 參加罷工會招來輿論的壓力 也可能導致病人的病情惡化 如果有病人或是家屬失控 他們可能又要面臨人身安全的威脅 另外,大家可能會認為 醫院一直要壓榨護理人員很可惡 但是當醫院人手不足 又不可能中斷醫療服務的時候 院方可能也比如選擇 只能請護理師共體時間 這些現況要改善真的很不容易 除了健保以外,護理人員本身的勞權意識 大眾的支持和體諒 不要過度浪費醫療資源 都是需要努力的方向 希望這支影片可以讓更多人看到他們的處境 最後,我們也想趁這個機會 謝謝所有辛苦的醫護人員 每天守護大家健康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 那今天我們想問大家的是 如果有天護理師決定展開罷工 你會支持他們嗎? 會!他們有權利為自己爭取合理的待遇 跟更好的環境 B不會!罷工很可能會讓需要醫療的病人受害 而且不一定能解除問題 C不一定,要看他們的罷工之前 有沒有跟大家預告 或者是試過其他努力的方法 提其他,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護理師的血汗困境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我們介紹過的罷工SOP 和其他的相關議題 如果你願意贊助我們討論更多重要的議題 可以到下面點擊這個加入的按鈕 或是點擊資訊欄的這個連結 加入我們的會員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